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而 他却从未想过阿祖法为什么会走 为什么会离开他 他只是一味地将责任推到阿祖法身上 却从未审视过自己的行为 康特的这个坏毛病让他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 他不从自己身上找毛病 只会在别人身上找问题 这使得他无法真正地理解阿祖法的感受 也无法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他在抱怨中消耗着自己的精力和时间 却离阿祖法越来越远 但或许 在这个过程中 康特也会逐渐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当他冷静下来 反思自己的行为时 他可能会发现自己在这段感情中也有做得不好的地方 他可能会想起自己的冲动和固执 想起自己对阿祖法的忽略和不理解 只有当康特学会从自己身上找毛病 学会反思自己的行为时 他才能真正地成长 他才能理解阿祖法的选择 也才能找到重新赢得阿祖法的新的方法 在命运的漩涡中 康特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他执着地认为自己没有做错任何事 却始终找不到阿祖法 内心的焦虑和绝望让他激进崩溃 阿祖法的爱其实一直都在 如果不爱康特 又怎会为他生孩子呢 然而 康特却未能领悟到这一点 他被自己的固执蒙蔽了双眼 看不到阿祖法离去背后的真正原因 阿祖法的离开确实是康特一手造成的 但康特却始终不愿承认自己的过错 只是一位的抱怨和寻找 现在找不到阿祖法的康特 只能通过大喊大叫来发泄自己的情绪 她的声音在空空的天地间回到 却无法传达到阿祖法的耳术 她的痛苦和无助 让人不禁为她感到惋惜 然而 也许正是在这种绝望的时刻 康特才会有机会真正的反思自己 当她喊累了 叫哑了 或许会静下心来 回忆起与阿祖法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她会开始思考自己的行为 思考阿祖法离开的原因 这可能使她醒悟的契机 使她重新审视自己 认识自己的时刻 只有当她勇敢地面对自己的过错 承认自己的不足 她才有可能找到阿祖法 找回那份曾经的爱 在这个过程中 康特需要放下自己的骄傲和固执 用心去感受阿祖法的爱和痛苦 她需要学会从他人的角度去看待问题 学会理解和包容 只有这样 她才能走出困境 迎来新的希望 在康特陷入极度暴躁的时刻 然而 就在这混乱中 老者女儿却耐心地站在康特身边 尽管康特的情绪如汹涌的海浪般难以控制 但老者女儿没有丝毫的退缩和厌烦 她静静地站着 用自己的坚定和耐心 给予康特一种无声的支持 她的眼神中充满了理解和同情 仿佛在告诉康特她并不孤单 在这个艰难的时刻 有人愿意陪伴她走过这段痛苦的旅程 她的陪伴 不仅仅是身体上的靠近 更是心灵上的慰藉 遇到无所谓的招 lag 因为世上的目的 好吃